刚刚你有没有跟着宝藏岩一起呼吸 很多人逛台北都想去东华南路的成品书店 对于成品的门口 橘红色的大鸟笼一定是印象深刻 它是台北市知名度最高 也最成功的公共艺术作品之一 它深入人心的程度 甚至在台风的时候被催坏了 民众都会主动打电话 要求市政府要把鸟笼修好 可见呢 这个鸟笼已经成为台北人生活的一部分 台北市安和路和敦化南路口 有一个大鸟笼 台北人很有好奇心 常常有人走进这橘红色的笼子 探头探脑东张西望 艺术家徐秀美说 城市就是一个大笼子 张树林就代表一个城市里面的花园 一个呼吸的空间 那么鸟笼呢 就是一个城市的缩影 一个象征 它有很多格子 好像城市这些大厦建筑的窗口一样 那也有一个门开放的门 那任何人都可以进出 在这里面汲取一些文明的资源 或者温暖 或者人脉 坐落在地段昂贵的台北东区 这是城内最有名气的鸟笼 阳光穿过整片张树林 洒落在林蔭小径 一片绿意盎然中的鲜黄嫩绿 这个地段从有钱突然变得很有气质 笼子里面的龙树生了根 只能一直被关着走不开 长了翅膀的黄色小鸟反而自由来去 有一只飞到鸟笼上歇腿 有一只干脆飞到鸟笼外 徐秀美说 有一只小鸟真的飞走不见了 跟这个鸟的关系 就好像当作它是一个很亲切的玩具 那让小朋友就骑在上面 也许就这样久了之后 它有点松动嘛 那后来就有一天就不见了 那它真的是不翼而飞 不过徐秀美知道 台北人有好奇心 也慢慢开始有功德心 鸟儿们和它们的家具 两千年正式定居在这个安全岛上 附近居民都把它们当成自己家人 每年台风过后 邻居们都会跑来关心 那个台风大概把这个樟树就吹断了 就是那一块 那个断树就是上面那个大树杆掉下来 掉下来之后就扎到那个椅子 有一件椅子长就拦腰而断 台北市政府认为说 这不是要不要修复的问题 而是市民 他们就在反映说 怎么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这等于是他们的 好像生活的一部分 台北人开始欣赏 并且爱惜这个城市 中山捷运站附近 最近也开始不一样 这些改变都来自公共艺术基金 台北市的重大公共建设 必须拨1%或一定比例金额 使用于公共艺术 累积至今3亿多经费 是全台湾公共艺术基金最高的城市 你也许很想问 公共艺术放在路边 还不如指挥交通的红绿灯有用 台北市民真的需要它吗 其实它可以是做市民 在接触我们的公共区域的一个媒介 是让我们去欣赏这个都市景观 或者说开始去经验 这样的一个街道空间 公共空间 以及与我们的建筑之间的关系 去做这样体验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触媒 逛公园的小朋友 老远看到黄色小鸭子 爬上去玩非常开心 公共艺术黄色小鸭 就是小朋友体验公园 体验城市的触媒 坐落在中山捷运站附近的 公共艺术作品 让老街区有了新风貌 让老台北开始不一样 这里甚至有定时导览 带大家发现新台北 透过另外一种年少 想象地下的另外一种活动 这是报信的意思 公园的一角 坐落着三个大机器人 机器人接受点播 你叫他唱舞曲 他绝对不会唱成 无敌铁金刚 他的发想原来是说 这一带有很多 在跳街舞的小朋友 他们会带着自己的音响 在这边做一个街舞的练习 可是因为这样的 带来的音响可能有时候声量都不够大 不同意见 的确有居民抗议 所以呢 我们现在注意到 他已经有做一些限制 就是播放的时间 就建议大家使用这个MP3 在这边播放的时间 可能是在某个中午的时刻 跟下班之后的一个时间 沿着捷运通道走 还有很多惊喜的发现 捷运站通风口上方 冒出五彩缤纷的大型不锈钢气球 迎着风好轻盈 顺着捷运指标 来到艺术家创造的银河铁道车站 狭长的首扶梯是潜入地底 前往星际旅程的起点 外星人的世界 头顶是七彩霓虹灯 不过地球人常常是 有看没有到 在早期公共艺术给人家的印象 都以为是可能需要是一个 比较很大的庞大的 很醒目的作品 但是其实放在台北的环境特质来讲 其实并不一定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知道台北的都市公共空间 它是比较不是这么的开阔 它有它的特性 有很多像老街区 它有比较局促的一个街角 小型的这个corner这样子 那其实所以我们的公共艺术作品呢 反而是适切这样的一个空间特性 去做一个呈现 公共艺术让城市充满趣味 让你开始喜欢发现城市 还是觉得公共艺术很遥远吗 这是你每天都要去的地方 可是厕所指标也可以长成这样 这也是公共艺术 好不好看见仁见智 但是它让城市开始想要变美 开始不一样